已经做了几期羽花石的视频了 追本溯源羽花石产地的地方日记录出自哪里 使什么勾起了自己与天去探访羽花石产地的念头 听我慢慢道来 这是日本国立图书馆的古籍六合县志 他的第五册第八十四页这样写的 这里面提到了一个雨后 也是这一次与天去探访玛瑙剑的动因所在 然欲知天章色不赤武 或一时转以一色善美 或一时被眉重色 多作云霞星日逢树水澡之状 天成唤出思义不及 大家对这个古文记载 想详细了解的 可以到日本的国立图书馆上 把这个六合县志找到 下载下来仔细看一下 其实之前根本不知道有玛瑙剑的存在 去玛瑙剑还因为一则视频的原因 现在看视频片段 六合灵岩山玛瑙剑 南京最早有记载禅玉花石的就是灵岩山这个小山 灵岩山里最著名的就是一条小溪 这条小溪现在还存在 这有一个文宝碑 灵岩山玛瑙剑采石遗址 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山 传说从这座山上留下来一条小溪 溪里边散布着五颜六色的玛瑙 这是视频里引用的书籍原文 为了找到这个引用书籍的处处 费了好多周折 原来它是中国国家地理2022年2月 江苏专刊下第57页的内容 后来终于在网上找到了它的电子版 现在截图出来让大家看一下 小溪两边就是产雨花石的雨花台历史层 小溪从山上留下切割了这个历史层 没下雨下雨水就大了 由于以上原因 自己决定雨天实地探访雨花时产地 选择下雨但没有雷电的雨天 其实不下雨时去过几次 虽然玛瑙剑不过是一条长度只有200多米的小沟 但山上多是坟地 人不多时感觉还是让人有点害怕的 好在山不高 没有爆发山洪的危险 但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 下面是视频的实录 雨天玛瑙剑下着大暴雨 玛瑙剑减雨花时 好在山不高 不会爆发山洪之类的 看下大雨 玛瑙剑才这么多流水 天宫很暗 这就是传说中的玛瑙剑 根本看不到这个雨花时 这个水是浊的 看下这是玛瑙剑 平面山马瑙剑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是红土 两岸的红土 根本捡不到雨花石 是红土 根本捡不到雨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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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脑剑走到头了 这就是马脑剑 今天一个人也没有 这就是马脑剑 平常这个水是清的 下雨天这个水是浊的 看一下啊 雨下的很大 好在山不高 不会爆发山红 好我们俯看一下灵眼镜 马脑剑 这就是火叔叔记载的马脑剑 灵眼山马脑剑 你看